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Google执行长Sundar Pichai在最近的公司战略会议上向员工明确指出 2025年的赌注很高,因为公司面临着日益激烈的AI竞争和监管障碍 他们需要内化当前时刻的紧迫性,作为一家公司,他们需要更快的行动 风险很高,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时刻 会议现场,Sundar Pichai展示了一张大模型的对比图 Gemini 1.5傲然领先于OpenAI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模型 当被问及ChatGPT正称为AI的代名字时,Sundar Pichai坦言道 在历史场场合中,你不必总是第一个,但必须出类拔萃 必须在同类产品中保持第一梯队 这就是2025年的意义所在 他还称,构建大型新业务是首要任务 其中,Gemini应用是预计下一个达到5亿用户的应用 为了在这场AI革命中占据之高点 Google似乎正试图全力以赴 包括预计预计1月份完整版Gemini 2.0将正式上线 DeepMind联合创始人Demis Hassabis表示 这些都只是开胃菜,好戏将在2025年开始 团队将加速Gemini应用的发展 并且产品将在未来一年或两年内大幅升级 然而,在Google与OpenAI竞争如火如荼之际 被誉为AI教父、金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Jeffrey Hinton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人工智慧AI有10%至20%机会 在未来30年内导致人类灭绝 他还称,AI领域的大部分专家都认为 或者在未来20年内将开发出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慧 这是很可怕的想法 研发AI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较它原预期要快很多 这项技术必须交由政府监管 77岁的Jeffrey Hinton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为当前的人工智慧系统 如Google的AI聊天机械人 Gemina和OpenAI的ChatGPT铺平了道路 由此可见 人工智慧AI仍将是2025年半导体产业成长主要驱动力 台积电是全球AI晶片主要代工厂 依然是最大受惠者 台积电2025年首场法人说明会即于1月中旬登场 除未来景气展望外 由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于1月下旬上任 他主张高关税等政策对于台积电可能的影响 备受市场关注 台积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表示 台湾半导体业2025年产值 渴望突破新台币6兆元关卡 将较今年成长16.5% 台积电表现又将优于台湾半导体业水准 增幅有机会达两成 预期台积电法说会应可释出正面讯息 游佩珍指出 明年半导体产业将持续呈现先进制程 与成熟制程强弱分歧情况 台积电营运成长展望 并不适用其他半导体厂 AI晶片投厂会达的B200和B300 将接连一组台积电订单 AMD和AI特殊应用晶片 BSIC 以及AI手机 AI电脑处理器等 也都是台积电明年营运成长动能 基于AI对于3奈米和5奈米需求强劲 台积电3奈米和5奈米仍是明年主要营运成长驱动力 刘佩珍表示 台积电2奈米进展情况将受到关注 应是2026年成长的关键 此外台积电日本雄本一场已一计划量产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场也将于明年初量产 可能稀释台积电毛利率 台积电是否透过价格调整以稳定毛利率 是市场关注的重点 为一应客户强劲需求 台积电持续积极扩产 2024年资本支出率高于300亿美元 2025年将比今年更高 其中先进制程技术产能仍将是台积电资本支出的重点 川普主张课征高关税 逆全球化将成为施政主轴 台积电为晶圆代工厂 生产的晶片并不是直接进口美国主要交由系统组装厂 应不受关税直接影响 不过未来进口美国商品额外课征关税将造成物价再次上涨 可能影响美国和全球经济情势 并对于台积电造成间接影响 并外 为了应对川普2.0 鸿海12月底突然表示 代子公司 VI Holdings USA公告取得 Cloud Network Technology USA等八家美国子公司股份及股权 共斥资3.449亿美元 外界认为 此举是为了应对川普即将上台 扩大布局美国市场 以扩张在北美的人工智慧 AI伺服器版图 维持其 AI伺服器龙头的领先地位 事实上 在11月下旬 鸿海野市代子公司 Foxcon Assembly公告取得 美国德州休斯顿的土地级厂房 其中 土地是47.80万平方英尺 厂房是20平方英尺 交易总金额为 3303.3万美元 由于德州休斯顿是鸿海在美国的AI伺服器生产基地之一 鸿海更是少数在美国拥有AI伺服器研发中心的ODM厂 外界推测 鸿海此举是扩增AI伺服器产能 鸿海董事长刘阳伟之前就表示 鸿海在美国德州增加土地和厂房 主要扩大AI伺服器产能 主要客户包括辉达等重要客户 鸿海在8月也公告增资美国子公司 根据当时公告 鸿海世代子公司Cloud Network Technology USA公告取得Foxcon Assembly股权 交易金额为2.53亿美元 可以看出鸿海增资美国 扩大布局美国的AI伺服器产能 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 在此背景之下 台积电在西光子战略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其与博通合作 使用300米工艺成功试制了一项关键的CPU技术 即微环调制器M8M 这一进展位将CPU与高效能运算HPC或ASIC晶片 集成用于AI应用突平的道路 从而实现了从电讯号传输到光讯号传输的重大飞跃 用于运算任务 分析师指出 台积电对西光子的愿景 围绕着将CPU模块与CoOS或SOIC等先进封装技术集成 这种方法消除了传统铜互联的速度限制 台积电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样品交付 1.6T产品将于下半年进入量产 并于2026年扩大出货规模 由于基于处理器的传统架构 面临物理限制 西光子技术在满足资料中心需求 尤其是AI和机器学习ML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西光子技术是实现高速通讯与支援更快运算的关键 机构预测 预计到2029年西光子晶片市场将超过8.63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达45% 相关机构言报指出 在未来的CPU时代 光模块行业预计将演进为光引擎行业 市场规模有望实现大幅增长 同时在此过程中对于光晶片封装和设备领域 将带来明显的需求拉动和产业格局重塑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